父母在自己面前被人枪杀 然而女孩却始终没掉一滴眼泪 杀手立马就拿枪口锁死女孩 实际的就赶紧把芯片浇出来 谁知女孩一听 连眼皮子都没动一下 但双手却偷门的摸向左在地上 眼看着杀手的惨叫声 即将以来他的同伙 女孩赶忙跑到窗户底 鼓励一下整个浪跳上楼台 然后扒着楼台的边缘 躲进了水泥板底下 等杀手的同伙追到窗户跟前 他罩着楼底下就疯狂出 女孩见对方并没有发现自己 于是赶忙把杀手想要的芯片 给咽进了肚囊子里 杀手气急败坏地阻止手下开枪 给我抓活的 女孩则趁机抓住楼台的拐脚 比如那些整个浪当到楼底下 然后果断逃往了居民区 混淆杀手的视线 庶名小萨姆馅儿骑车追击 而杀手则亲自带人围堵在街区的各个路口 眼看着小萨姆馅儿们从四面八方围堵而来 女孩一个贴地划铲 直接钻到旁边的下水道 纵使杀手们身手再好 也无法追进下水道 只能举着突突枪朝下水道疯狂 殊不知女孩早就已经顺着下水道 跑到了隔壁街区 随着喀萨推开了下水道的井盖 她灰头突脸地钻出下水道 然后按照父亲交给她的凭证 进入美国大使馆 可是想要得到大使馆的庇护 就必须拿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于是喀萨赶忙用手去抠自己嗓的眼 照着大使的桌子 就是哇哇一顿语言呀 接着她找出被自己吐出来的芯片卡 将其交给美国的驻外大使 当大使发现 就是美国一直在寻找的重要情报 她赶忙事宜助理开始全程录像 得知喀萨的父母已经去世 大使立马就明白了 喀萨的父母想要借用这个情报 来换取美国对喀萨的政治庇护 于是紧接着美国大使 就秘密安排专机 护送喀萨前往美国 可即便美国官员对她处处照顾有加 喀萨也没有完全相信美国人 当她跟随大使馆的人员 抵达美国机场后 便立即找借口上厕所 然后甩掉了大使馆的眼 之后她按照父亲留给她的地址 孤身一人 前去指甲狗寻找她的叔叔 得知叔叔是跺一脚 整个指甲狗都在颤颤颤的黑老大 在喀萨见到叔叔的那一刻 她终于绷不住了 向叔叔哭诉所有的后怕 随后叔叔把喀萨带回家安顿 她原本想让喀萨远离打打杀杀 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随着喀萨一心只想为父母报仇 她不乐意上学 请求叔叔把她培养成一名顶级的杀手 叔叔拗不过 掏枪干掉了旁边的门门车 而这个在芝加哥叱咤风云的黑老大 怎么都不会想到 眼前这个又黑又倔的小屁孩 15年后会成为业内最顶级的杀手 随着喀萨再次接到了刺杀任务 她伪扰着失足女孩混进警局 然后故意装着烂嘴如泥的样子 跟她胡搅蛮残 警方一看没有招 只能把她关进监狱随后审问 等到狱警离开牢房后 喀萨立马卸掉了伪装 脱掉外套换上夜行衣 接着她用发卡撬开牢房的门锁 牢房的干门自干一切便被成功打开 她小心意义的把走廊里的摄像头扒拉到一边 而喀萨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这个被佛伯勒关进监狱的囚犯 随着喀萨尿圈里溜到预警的秋喜室 她赶忙走到饮水急跟茬 用一次性的水杯接了半杯水 紧接着她端着茶杯来到配电室 打开配电箱 把自己的饭勺架在电闸的中央 接着给水杯的底部咬出个骷髅哑子 然后她把水杯放在汤勺的正上方 而杯子里的矿泉水滴搭一切就落到汤勺上面 喀萨着掐着点 沿着配电室里的通风口爬到通风管道 紧接着顺着管道 爬到了通往南姓监狱的通风扇跟前 随着勺子里的水越积越多 半勺无力气就掉了下去 矿泉水整个量的撒到电瓦上 造成短路跳杂 等到通风扇扑扑扑扑停止了转动 喀萨赶忙钻到通风扇的另一侧 接着就顺着通风管道爬到了南姓的厕所里 赶那手足带兔 等玉警前来上厕所时 喀萨照着玉警的大泊梗 那砰就是一脚 直接给他干一等人过去 王二他把玉警举到自己身前 躲过监控室的身份合场 成功进入到牢房里面 接着他搜出了玉警的牢房钥匙和闭闭枪 用钥匙打开目标人物牢房的钢门 巴萨滴了这闭闭枪 直接进去给囚犯弄醒了 把这衣给我解开 囚犯顿死吓他吧 拉拉尿了 多多缩缩的赶忙照做 然后喀萨二话不说 照着对方的脑袜脸 碰就是一枪 对方直接当场嗝皮 但是枪声却吸引了直白玉警的注意 等到玉警着急忙慌地赶到监狱里面 却只看到了囚犯的尸体 玉警见尸体上的兰花笔墨未干 立马就意识到凶手指定 害他们个监狱里 于是赶忙派人去追 殊不知喀萨早已经顺着远路 顺利回到了牢房里面 等狱长带人挨个排查牢房的时候 喀萨已经换回了伪装 正躺在床上装睡呢 最后喀萨被警方以妨碍公务为由 罚了两百美刀 紧接着就被放出了警局 就在喀萨走出警局的瞬间 佛伯勒得知囚犯被人在监狱给弄死了 于是赶忙来监狱做调查 当他们看到尸体上被杀手故意花了一朵兰花 立马就断定 杀手指定是在传达某种信息 而佛伯勒为了套出这兰花背后的意义 立马就把兰花的信息刊登在报纸上 殊不知正中了喀萨的下回 紧接着 喀萨的撒夫从人老唐就从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报道 这立马就让他想起15年前从他手里逃走的女孩 而女孩的名字寓意正是兰花 老唐意识到 这个小别兜指定会来弄死自己 给他爹妈报仇 当即下令 命令手下先下手为强 干掉喀萨 永绝后患 时至他们查了老半天 却连喀萨长什么样都不到 然而喀萨怎么都没想到 他的复仇计划 会被男友的一张照片给打破 男友拍了一张喀萨的照片 然后他把照片偷偷拿给他哥们观看 哥们顿时就对他媳妇感到好奇 就连小哥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媳妇真实身份 于是男人便趁着小哥去外面挪车的时候 偷偷把女人照片发给他在警局上面的老姨 请老姨帮忙用佛伯勒的情报信息网 查出女人的详细资料 殊不知 这一招直接把人他妈推向深渊 此时佛伯勒已经对女人追查了整整三年 就在老姨用电脑收到照片瞬间 佛伯勒的情报信息网就辅助到女人的照片信息 然后通过手掌和五官的数据比对 直接锁定照片里的女的 就是追查了整整三年的顶级杀手 佛伯勒当机偷偷就监听了小哥的全部通话 然而此时 喀萨对此并不知情 正通过手机跟小哥在那抱 电话周难 当他听到男友正梗的看到照片 整个人都懵逼了 德志呢 又把照片还给其他人看过 喀萨顿时脸就变了色 他赶忙走到电脑跟前 果然看到佛伯勒已经通过手机定位追到他家里面 于是他赶忙拿起藏在桌底下的壁壁壳枪 打开浴室里的花洒 伪装成梗的洗澡的假象 此时 佛伯勒已经从布梯电梯两头包操上了11楼 喀萨赶到佛伯勒抵达之前 迅速走楼梯间从11楼跑到6楼 接着嘎爸一起撬开租户家的门锁 然后框立炮的干云房子里的租户 接着迅速跑到浴室里面 拆掉上方的天花板 拿出自己事先藏在里面的武器 与此同时 佛伯勒正把炸药 啪在喀萨11楼的房屋大门上 喀萨则掐着时间 与佛伯勒在同一刻在6楼沾上炸药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喀萨直接借着11楼炸弹爆炸的掩护 在6楼给电梯警炸出了一个逃生通道 然后他穿过炸出来的骷髅仰 拽着缆绳照着电梯警纵身一跃 迅速溜接了停车场 钻进底下的排水孔 从下水管道成功撩人 当佛伯勒根据监控追过来的时候 结果连个人毛都找不着 但是喀萨怎么都没想到 一同根据照片追到家里的 还有他的杀父仇人 当喀萨偷偷回到叔叔家 去跟叔叔和奶奶告别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倒在雪坡中的奶奶 以及惨遭折磨而死的叔叔 喀萨顿时就跪到地上 悔恨万分 根据叔叔身上的伤口 喀萨断定 杀害他们的指定他们就是杀父仇人老唐 于是他立刻尿球混进警局 从佛伯勒口中逼问出老唐的藏身地点 此时老唐赠的鞋子怎么去弄死小妹 一枚RPG榴弹炮 撕入了一些破空而飞 直逼老唐面门 老唐察觉不对劲 赶忙弹射起身 榴弹炮瞬间 砰的一下 炸了个天崩地地 眼瞅着别墅被炸了个里岛歪斜 老唐赶忙命手下 护送自己口开车撩人 追着喀萨 驾驶重型卡车破墙而入 直接怼到老唐跟前 罩着老唐他们就是疯狂 见此情况 老唐赶忙开着自己的房单门门车 一脚油眉冲了出去 然而当他扭头一瞅 整个人顿死他们下篮了尿了 只见两只恶犬赠留的哈喇子盯着自己 随着喀萨一声令吓 两只恶狗 朝老唐扑了过去 恶狗扑时 冲上去开始干饭 投人老唐当场嗝屁 喀萨给男友打电话 正式命起滚蛋 当佛伯德再次根据电话 进行追踪定位的时候 喀萨早就已经撩人了 嘿嘿嘿